每年的720,全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 下午台北市有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参与全程6.4公里的反迫害游行 而屏东法轮功学员昨天晚上也在最南端的鹅端笔举行烛光悼念会 希望唤醒各界良知,制止迫害 顶着35度高温,上千名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 从台北市东区信义广场出发 在72015周年这一天,他们诉求结束迫害 并要告诉世人,随着活摘器官罪恶曝光,中共暴政将亡 用所谓器官遗址的名义,盗卖人体器官杀人土利 这是这个星球上存未有过的邪恶 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很难相信会有的邪恶罪行 善恶有报,不久天就会灭了这个邪恶政权 京京台北市最热闹的东区百货商圈 壮丽的游行队伍,让一旁围观的车辆及群众感到震撼 看到这么多人都赞同这些事情 因为假如在中国的话,这些事情可能一定会被封杀 大家都不知道,因为我的伯母是上海人 他连六四天安门事件都不知道 他们中共对这种事情完全封锁到极致 所以看到这种东西会觉得蛮震撼的 而在前一晚,2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屏东大湾 伴随海涛生举办72015周年烛光悼念会 从黄昏到夜幕低垂 法轮功学员手捧一盏盏烛火 沉痛追思,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大陆同修 面对中共残酷镇压 法轮功学员坚持平和理性反迫害 在台湾每一个角落持续传播真相 唤醒良知 新唐人也在电视,台湾台北屏东综合报导